這個新聞稿真的寫得太藝術了 高等法院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我在立法院的質詢是純屬誤會 我們行政庭的庭長沒有我所說施壓的情勢 高院有提出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麼我們會加以這個釐清 這一種在審判外的行政施壓 是全體國人最痛恨的行為 我們會適時來迎親 適時是多久半年一年還是兩年 我們當然會合乎十一 合乎十一是多久一個月夠不夠 因為這個涉及到每個人他的權利物 那該進行的程序我們還是要進行 對所以你需要多久 那這個過程你一定要接受檢驗 我是不是可以拜託主席 請他回答問題 民主長我上次質詢的時候 我跟你公開檢舉 我問說請問行政庭的庭長可以施壓迴避 要求法官上簽自請迴避嗎 我那天質詢完了以後 高等法院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我在立法院的質詢是純屬誤會 我們行政庭的庭長沒有我所說施壓的情勢 我們分兩段 這個新聞稿真的寫得太藝術了 他的意思是哪裡哪裡有誤會 他是沒有要法官去自請迴避 還是有要法官自請迴避 但是只是請他自請迴避 沒有施壓 到底是哪一個 向委員說明 那麼我們有接到這個 就是上一次執行之後 我們有請高院提出這個報告 那麼高院有提出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麼我們會加以這個釐清 加以釐清 那個高院提給你們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這沒有什麼秘密啊 這個我們這個就是說 這個在憲政運作之下 各院之間有一定的權責 那都要按照這個原則來 秘書長 我先停一下 各院有權責 這個我同意喔 現在本院啊 包括我個人 沒有要代替法官審判 但是 這一種在審判外的行政施壓 是全體國人最痛恨的行為 立法院當然可以監督啊 按照現在高院給你們提供的資料 高院喔 發新聞稿喔 指著我的鼻子 說我純屬誤會 那就要跟大家講清楚 到底是哪裡誤會啊 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 要法官叫他自請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我們會本於權責來釐 這麼簡單的問題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個各院齁 宴記之間有一定的這個依職權 依權者來處理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院記之間有權責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不能問 這個事情全體國人沒有資格知道 這個當然我們任何作為都要接受檢驗 對啊所以我現在就來檢驗請你回答 因為這個都涉及到相關人的權利義務 這個在整個我們民主法制化的過程 這個也要有合乎一定比例原則來加以利 請問我剛剛請教你啊 這個行政庭長有沒有下去叫這個法官自請迴避 這件事情是哪裡違反比例原則啊 這個我們會來釐清 會釐清 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個我們有一定的這個我們會事實來釐清 事實是多久半年一年還是兩年 我們當然會合乎十餘 合乎十餘是多久一個月夠不夠 這個我看因為這個涉及到每個人的他的權利義務 那該進行的程序我們還是要進行 因為我同意啊 你該進行的程序要進行嘛 那我只是問你要多久嘛 連這個都答不出來喔 這個是個院 我們司法院有一定運作 我們會當然 就按照你們運作的規則 你就給大家一個答案 你要多久嘛 這個不是我們會按照我們的這個本於權責嘛 那當然我們的做法也一定要接受檢驗嘛 對 所以你本於你的權責是要多久 然後你說要接受檢驗 我正在這邊問你又不回答 在那邊跟我打高空 我問的問題很直接 而且我不覺得我問的問題 有哪裡違反比例原則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有沒有叫他下去自選迴避 有還是沒有 這個就涉及到變際之間喔 司法院有分內的權責要釐清嘛 這不屬於司法院的權責嗎 是我們屬於我們的權責 對啊 所以我問你需要多久啊 我們會本於權責來釐清嘛 對 所以你需要多久 那這個過程我們一定要接受檢驗啊 接受檢驗啊 我是不是可以拜託主席啊 請他回答問題啊 主席你應該是算蠻中立的在聽吧 主席你應該是算蠻中立的在聽吧 有 因為這個東西跟個案審判 沒有 不是事實層面的東西 這怎麼會是院記之間的那個呢 這不是吧 這個是你們就應該處理的事情啊 司法院也有一套穩定運作的模式啊 我知道院記是因為法官獨立審判 你們不能介入嘛 你不能介入的是獨立審判 並不是說就這個 這個程序上面或什麼 這有問題你們不能管 我們的處理流程當然都要接受檢驗嘛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 所以我就問你處理流程要多久 有這麼難回答嗎 當然司法院要本於權責來處理啊 你當然要本於權責來處理我現在就問你要多久啊 那這個不是數學體的問題啦 這個本來 這不是數學體的問題 你們要求法官一審什麼時候要終結 多久要終結 要不然就要管考 你們可以要求法官 立法院不能要求你們喔 院記之間有一定的分際啦 有一定的分際 所以你就是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對了 並不是要不回答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這樣好不好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民主黨這邊一直沒有回答 民主黨可不可以給那個黃委員一個確定的時間 大概多久內你可以給他回覆 這個不是數學體啦 我覺得在我們一個這麼正 所以按照你的說法啦齁 司法院本於自己的權責 我調查要半年要一年要兩年要三年 立法院都不能問 社會大眾也不能問 是這樣嗎 你下這個命題我不同意啦 好 那你就把你同意的時間跟大家講嘛 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制社會 是 那任何人有 所以發生這麼誇張的事情立法院不能監督 基本的權利義務啦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監督這些 監督這些事情是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 這個我剛剛強調嘛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法官內部可以搞這種事情 立法院不能監督 社會大眾不能問 司法院這麼大喔 我們當然要接受社會各界的檢驗嘛 這個一定 而且 你怎麼接受檢驗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回答 要給你時間 你又不講時間 按照你今天的說法 就是要搞多久就混多久嘛 因為後面的委員他有 不是啦 主席 我一定尊重後面的委員 他完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嘛 他有回答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我的回答 因為齁 如果啦 我這樣講 如果容許這樣子的回答 以後大家都不用尋答了啦 我懂啦 每一個齁都說 願記有願記之間的權責 彼此之間要相互尊重 什麼時候要給答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願記之間要彼此尊重 那這個齁 這個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就很明確 司法院對這問題根本就不回答 我想這就是結論嘛 那我們再時間再拖下去也沒有 這個結論我不同意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回答嘛 我看就這樣齁 我們就不要再爭執了 不要耽誤到後面委員的時間 所以我並不是說不回答 那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那個郭大尉我想說 我們就先暫停好了 所以也不要記下結論 因為也問不到結果 好嗎 不是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如果 我們放任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以後大家都不要監督了 大家通通不要問 本願本於權責 願記之間要相互尊重 所以你問的問題我無法回答 但我一定會接受社會大眾的檢驗 你在講什麼空話 會後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